HELLO 大家好,我是LongKai,歡迎來到遊戲頻道 今天這部影片為大家整理了 目前為止鐵扇以及新年黑金吃油的免費入手方式喔 主要我們先來為大家介紹鐵扇 鐵扇在目前釋出的方式有四個可以免費入手 第一個就是在2月1號 登錄遊戲就會送你免費十連抽囉 可以看這邊,官方釋出的消息是 2月1號下午4點 復刻鐵扇獨立抽卡機的同時也會在登錄遊戲送你這個免費時間抽 那在那個時間抽裡面有機會獲得三藏以及鐵扇 還有各式各樣自家系列的卡片 那如果說你有運氣好在裡面抽到三藏啦 那其實可以透過兌換的方式來把它變成鐵扇 這個一樣是在2月1號下午4點開放的喔 那詳性規則在這邊有記載 它寫說你可以在三藏開放的同時呢 在行商要塞中以兩粒的聖陰藥服 還有三藏兌換鐵扇 所以其實鐵扇免費入手方式還有這個 這是第二種免費入手方式 那第三種免費入手方式來自於古幣封印 古幣封印的開放時間是在2月1號 那這邊寫說古幣封印裡面這一次新增了這個三藏鐵扇 同時呢還有黑金吃油 不過如果說你要抽古幣的話這邊要注意喔 那古幣的話在2月11號之後才會加入全新黑金吃油 那我們從這個統計時間來看的話 古幣封印會一路到2月21號 所以也就意味著你在2月11號抽 除了可以抽到新年黑金吃油之外 還有機會撈到這個鐵扇 所以如果說你要抽古幣封印 一律建議在2月11號之後再抽 不要2月1號剛開那個鐵扇就抽 這樣會有點虧 只是要跟大家提醒的事情 那大概第四種鐵扇免費入手方式 是來自於一抽大進化 那這個現在已經開放了喔 那一抽大進化的卡子裡面 你可以看到就有鐵扇啦 甚至新黑金都有都可以去抽 那如果運氣再好一點 抽到三藏也可以換成鐵扇嘛 剛剛跟大家介紹過 所以這個一抽大進化 我相信大家可能都參加了喔 那詳細規則我們有額外錄一部影片跟大家說了 所以可以在這邊撈到這個免費的黑金 不過我覺得機率是比較偏低了 那如果說你經過了這個四個方法 都無法免費入手鐵扇的話 還有一個就是直接抽了啦 那他復刻的時間是在2月1號到2月10號 那注意這個時間是有點短 所以一旦經過了這個時間 可能就比較沒有辦法得到這個鐵扇了 那可能要等明年復刻之類的 好那再來是新年黑金 新年黑金的話在這邊有三個主要的免費入手方式 第一個就是剛剛提到的是免費十連抽的部分 這樣是登錄遊戲就送了 不過他時間抽的時間跟鐵扇不太一樣喔 他時間抽的時間會是在2月11號 2月11號才有機會可以免費入手他 然後再來的話 那股幣封印的部分 剛剛也跟大家提到的 2月11號才會加入到股幣封印 那移入到21號 那這個大家都可以去抽股幣 然後再來是一抽大進化 剛剛那個網頁也有寫 那這個欸現在就可以參加了 那到2月24號一抽大進化 截止之前都有機會 可以獲得這個免費吃油 好那這個下面寫錯了 不是欸對是獨立卡池時間 OK那是2月11號開始 沒錯啦 2月11號開始到2月21號 就會正式結束囉 那所以有10天的時間 讓大家入手這個免費的新黑金 好那這支新黑金跟鐵扇的免費入手方式 就在這邊跟大家告一段落了 所以現在跟大家介紹一下 抽卡的一個流程 首先你現在能做的事情是 欸一抽大進化 這個是目前為止能做的事情 然後等到2月1號正式開放 這個鐵扇的時候 你可以先抽抽看 時間抽沒中 再去考慮抽這個獨立卡池 那直到2月11號 等到這個新的吃油出現之後 再去抽古幣封印 看有沒有機會 如果你之前鐵扇沒有入手的話 看有沒有機會把它帶回家 然後古幣封印裡面 如果抽到吃油的話 那恭喜你 可能就不用在獨立卡池裡面去撈了 然後再來是一抽大進化 原本也有機會入手吃油 然後到2月21號 這個是所有黑金截止的日期喔 這邊都有寫到 不過如果說你是要抽 向羽跟秦始皇的話 要注意 他的期限 免費送十抽的期限 也是在2月5號到2月14 然後復刻的時間呢 也是在2月5號才復刻 到2月14就截止了 所以向羽跟秦皇比較不一樣 好 那大概是一個這樣的資訊 統整給大家 祝大家都可以免費得到 這個自己想要的黑金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 如果大家想要看更多關於新的影片 不要亂可以按下訂閱按鈕 以及關閃小鈴鐺 下次有新的影片覺得電影中心 我是王王開 我們下部影片見 謝謝大家掰掰 掰掰